婉希!她给琪琴,胡瓜当过助理,40岁才红遍台湾,却因喝酒过量猝死,享年44岁。 在观众看来,娱乐圈的明星们总是光鲜亮丽,每一次出现在观众视野总是吸引足够的关注。 但是,在他们赚钱的同时,也生活在高压环境中。 随着媒体越来越发达,他们的生活细节都暴露在大众面前,犯点错误都会承受很大的压力,因此逼死了很多明星,比如张国荣,乔任良,尚余博的。 今天我们说的这一位,出生军人世家,16岁开始玩音乐,当过琪琴的助理,24岁开始拍戏,一直到40岁才走红,却因长期劳累喝酒太多突发心肌梗塞猝死,她就是荣祥。 其实明星相对于普通人的压力更大,他们有些为了工作每天只睡那么两三个小时,一些二三线演员,片酬不高,休息不好,有时候身心劳累,容易走偏锋。 荣祥1969年出生于台北,父亲荣绍欣是台湾陆军少将,因此从小父亲对他进行的就是军人式教育,希望他走这条路。 然而身材高大的荣祥并没有听父亲的话,也因为这个,当年荣祥选择进娱乐圈的时候,与父亲的关系闹得很僵。 荣祥天生拥有好歌喉,一直很想发片。 荣祥十六岁开始玩音乐,当时就是跟荣祥学习,做过红乐队的合音和鼓手,算是红乐队的第二代成员,荣祥在1991年世界巡回演唱会时,荣祥就是担任鼓手。 除此之外,还当过胡瓜的助理,与任贤其一起因拍摄综艺节目《百战百胜》成为莫逆之交,荣祥就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人,活跃于音乐和综艺。 1993年,荣祥开始接触电影,从音乐的路转向影视圈,1995年参演香港电影《特警级先锋》,1998年,荣祥参演《不败和尚》,在该剧中饰演国师一角。 但是一直没有自己的代表作,可能由于戏不多,在90年代中期,荣祥更多的是在综艺节目上面展开工作。 喜欢看康熙来了的人应该对荣祥比较熟悉些。 然而受打击的是,荣祥在2007年因极时大马进入看守所戒毒,这让他的事业一度跌入谷底。 2007年后,荣祥尝尝试做生意,在台湾肯定与人合伙开包子店,名字就叫荣将军,后面还和妻子开了夜店,共同经营。 而对于荣祥,很多观众认识他应该是在2009年的《疯狂的赛车》中饰演《黑帮老大》,这部电影《票房破译》,也让荣祥从大陆红回台湾。 40岁的他终于在经历低谷后在演艺事业走红,重心转往内地,从综艺成功转型为影视,走红后资源也变多了,拍了《大有前途》,《绝宁岛》,《混混天团》,《宝马狂翔曲》等多部作品。 特别是2012年参与梁朝伟、刘青云、周迅等人主演的电影《大魔术师》,在片中演出军阀,纯属演技让人印象深刻。 然而就在荣祥事业正走红时,却发生了悲剧。 2013年1月25日,荣祥和几个朋友在一间卡拉OK店聚餐,中间喝了点酒后荣祥突感身体不适,倒得不起。 经紧急送医急救后仍不至去世,年仅44岁,死亡原因是心肌梗塞休克。 这个噩耳发生的太突然,导致父亲和太太都没见到最后一面,网友称,荣祥在去世前微博里分享的都是喝酒的照片。 说明可能喝了几天的酒,忙碌酒吧生意和拍戏,也没能好好休息,最后导致突发心肌梗塞去世。 荣祥就在自己刚从低谷走出,失业正巅峰的时候去世了。 荣祥生前很仗义,因此有很好的的人员,据说当时去给荣祥送别的黑白良道的人都有,光道上兄弟就有三、四百人送行。 而遗憾的是,荣祥与太太赖签和结婚快十年了却一直没有孩子,2012年以2890万元供入大房子,贷款高达1980万元,就是准备要小孩。 然而荣祥却这样撒手而去了,最终留下沉重的房贷给太太赖签和。 《疯狂的赛车》中这个胖胖的身材高大的黑帮老大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,现在回去看这部电影,荣祥在这部剧里面确实演得很出彩,为这部电影增加不少色彩。 然而这么年轻就去世了,真的是很可惜。 《疯狂的赛车》 《疯狂的赛车》 驚导 《疯狂的赛车》 《疯狂的赛车》 《�